Hello 大家好 今天介紹什麼呢? 就是一支752鋼圈 不是這支 後面這支 就是TT Artisan剛剛推出的752鋼圈 這支就是Leica的A Pro 752 這支就是一支平梯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就真的不知道 不過尺寸真的小很多 不要比較了 真的 Leica和TT Artisan都不要作出任何的比較 我們先收起來 OK 今天主力都是講一支 冥象出了一支752鋼圈 究竟這支鏡頭有什麼特別呢? 一會兒我會試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就看一下它的參數 看一看參數 他們官方網站在賣1180元人民幣 即是差不多是1300港幣 一會兒我會告訴大家 我正在賣多少錢 全畫幅 F2就是最大光圈直 752鋼圈都是一支大光圈的鏡頭 一支就是自動對焦 不是手動 就是STM步進馬達 分別有Z-mount 和Sony E-mount 好 我們再看下去 輕量化設計 有級光圈環 即是這個光圈環 稍後我們就zoom給大家看 就是A檔和一級一級 這樣就可以控制光圈的了 不過我嫌光圈環比較鬆一點 如果它做得緊湊一點 就會比較好 因為有時都會動它 變成手動光圈 A檔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用一部機身 就會控制光圈直 好 這裏就有個遮光罩 不過遮光罩是塑膠做的 但我覺得它吸進去的時候 都頗緊湊 又不會有鬆的現象出現 其實都頗緊 我覺得手感非常之好 一吸進去領鎖位的時候 都鎖得很緊湊 好 那些人面追蹤 眼球都支持到的 還有一件特別的就是 它下面的底蓋那裏 是有一個Ti-C的連接 即是可以將鏡頭 將時有個固件 升級的時候 都可以用底蓋 插住它 來做升級的 但據官方網站說 只可以在Window機裡面才可以做到 蘋果機應該暫時做不到 金屬鏡身 整支都是金屬鏡身 我覺得造工都非常之良好 千多元的鏡頭 金屬鏡身 真的很難得 還有那個孔 即是摺環也是金屬的 坦白說 如果是原廠的 這款Z孔的 就只有膠孔 即是如果是這麼便宜的鏡頭的話 這個是金屬的摺環 但是沒有這個防水防塵膠邊 這支就 不要要求這麼多 都是千多元而已 遲些可能可以有改善 OK 我們一路再看下去 看看它的光學結構 其實它的光學結構都好像幾厲害 有整四塊的高折射鏡片 還有一塊的超低適散鏡片 都幾樂本 還有看回圖 整條線都好像很直 即是拍出來的時候 那個銳利度都非常之高 待會可以看一下照片 好了 最大光圈值就是2 最小就是16光圈 焦段就是75 我覺得75是非常之好用的 如果你去到85 正身可能會大了 但75對於用來卡的人來說 真的非常之熟悉 這個焦段也不陌生 這個焦段 因為來卡長焦距150 就上到75或90 這個焦段拍照我非常之喜歡 因為鏡身可以做得小一點 還有現在你在香港環境拍照的時候 有時85或135或90 會走得比較遠一點 距離就會多一點 但是香港這麼窄的地方 75就剛剛好 大家如果沒有用過75焦距的時候 可以試一試 因為是一個非常之討好的焦距 傳畫幅 視角32度 filter尺寸62mm 最近對焦距離 0.75mm AF自動對焦 它分別有兩個焦距離 E焦和Z焦 分別是328g和340g 重量都是非常之輕的 大概的參數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於參數有些詳細的資料 其實都可以上T.T.Artisan的網站 可以去看看 今次我測試這支鏡頭 分開幾部分 待會會看看它的對焦速度 還有就是看相片 相片的景影出來 耳光圈是否真的這麼鎖 散景是怎樣的 夜景的表現 以及拍人像的表現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就去看一看 這一部分就是看相片 今次就找了兩個魔導 去幫我試一試鏡 第一就是Hana和善善 我們看一看它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Hana就非常之美女 中環影 其實這些相片都是二光圈 全開光圈去拍攝的 這張真的很鎖 Hana的眼睫毛都非常之清晰 你可以看到 真是二光圈開盡 正如它所說 真是非常之銳利的一支鏡頭 絕對就不是說 真是很軟的那種感覺 看看那些散景 二光圈都給我們 非常之美的散景 同的照片我們可以去看看 真是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 就不逐張去分享了 我看一下有些什麼照片 是值得去看的 我們去看一下 其實我對正眼睫毛的時候 那個銳利度真的非常之高 這支鏡頭 即是千多元的鏡頭 可以給到這樣的質素 真是沒有話說 還有些什麼投訴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投訴的了 還有看一下它的皮膚的表現 都不錯 我覺得拍照出來 顏色方面其實都還原得非常之好 一會兒有一些日光日白的街拍照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繼續去看一下這些照片 看一下這張 其實前景後景都拍得非常之美 嘩 我的眼睛拍下去 真的特別銳利 那種感覺 散景都有一些舊有的散景出現 有條江邊包著散景 非常之美 這個感覺 其實我也蠻喜歡這張照片 因為那個散景真的配合得非常之好 過了廣道去銳利度 這支鏡頭 這支自動對焦鏡頭 真的非常之銳利 那一次這支是用部什麼機拍的呢 應該是用部Z72拍的 這裏都看到了 用部Z72拍的 即是4700萬像素 都能吃到 即是高像素 即是不僅是2400萬像素 都OK 都沒問題 拍出來 哇 你看 眼球裏面都可以看到一些燈光 很厲害 這支鏡頭的分析力都很高 而且散景我覺得都很無敵 你千多元有這種散景 拍人像都是非常之合適 這些照片先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一張 這一張就表現到散景有多漂亮 還有那個銳利度是有多高 說每一條頭髮 和每一個眼睫毛都會看到 正如剛才我說 你看眼球裏面的反射光 都看得非常之清楚 你看看後面的散景 都是好像一些貓眼一樣 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我都很喜歡這些貓眼的散景 它又做到一種氣氛出來 這支鏡頭真是不錯 好 中環這裏有一個地盤的地方 有一個走廊 這裏拍照都很夢幻 這個感覺都 小小這個位置對準的時候 真的沒有走雞 這支鏡頭 銳利度的確是非常之高 好 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照片 這些照片 說真的 我拍攝模特兒的皮膚 一定有收拾過的 會說直出 給大家去看的 因為直出 亦都有很多瑕疵 尊重那個模特兒 拍攝照片 這些照片真的非常之美 拍出來的效果 好 我們看一下早上拍攝善善 攝善善又是有不同的感覺 但是銳利度也是非常之高 我覺得你買一支752光圈 而且價錢這麼便宜 拍攝女仔練習一下 非常之好的選擇 我覺得是 還有752光圈這些鏡頭 價錢這麼便宜 近鏡拍攝善善善的樣子 善善那天都說 我年輕 水光機 皮膚真的很美 還有眼睛 我對焦通常都是對著眼睛去做的 真的好銳利 而且背景 我覺得真的沒有什麼投訴 已經是 有這樣的價錢 而且有這樣的背景 還有分離感 都已經是非常非常之好 好 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相片 我想看一下夜晚的 比較暗的地方 比較暗的地方的時候 這支鏡頭說真的 真的有拉封箱的現象出現 但是真的去到很暗的情況 才會是這樣的 但是對準的時候 它真的發揮得非常之好 好美 其實我拍攝這些相片 都是沒有用過閃光燈 或者LED燈去補光的 都是用回現場光 公園 路邊那些光線去做的 非常之美 那種感覺是 這裏就是旺角附近的地方 我看一些散景 一些危行光管 都會給到一種很高級的感覺 絕對就不像是一支便宜的鏡頭 其實有時拍出來 那些器材 不要說便宜貴 看看你怎樣用 但是有些器材 有時真的用到火都來 有時真的找不到對焦位 有時散景也給不到一些 你想要的大光圈散景 那這支鏡 亦都是滿足到我這個要求 說真的都說了很多次 一來價錢 二來它可以出到這樣的散景 我覺得真的沒有什麼投訴的了 分離感很好 你看那立體感都很好 由主體去到它的背景 一下去 立刻就會見到另一個世界 很夢幻那種感覺 非常之有立體感 我覺得支鏡都 不是說便宜鏡 就說那個立體感欠缝 很平面 亦都不是 每一樣細節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這裏就是公司樓下的紅綠燈 對面的位置 這裏光是非常之夠的了 拍攝善善說不同的動作 我覺得她都非常之可愛 有不同的少女味道 都會給予我們 最好 因為手動對焦鏡 有時不是對得太快 有自動對焦 當然可以捕捉到不同的表情出來 不同的表情都可以捕捉得到 而且捕捉得到 而且捕捉得到非常之快 都非常之準確 自動對焦 其實這裏是一個眼球追蹤 我用的時候是一部 這部是部ZF來的 ZF眼球追蹤 一路就去盯住那隻眼 一路去拍攝的 那麼多張照片都沒有說脫焦 都不錯 對啦 感覺都不錯 OK 好 看了人像照片 可以看一下街拍 人像照片之中 眼鏡大家都看過了 對她真的沒有投訴 街拍究竟是怎樣 都是回到中環 街拍即是近公司附近 整體的立體感都非常之高 街拍有時真的用長焦 她自動對焦去做街拍 的確是一個頗方便的工具來的 因為長焦她有種壓縮感 街拍那個時刻一過了 我們就很難再重現了 所以自動對焦對於我去做街拍 都是一個非常之大幫助 好 看一張照片 銳利度真的非常之高 說真的 那一天就非常之大太陽 我都是收到光圈去到8 6.3 那些去拍的了 好 那看一下電車過來 其實我這個也是一個 車的追蹤模式 一路去 卡住它走過來一路去拍照 都見到非常之銳利 這個影像 而且色彩還原度都非常之高 不要說比較淡色 這一個就是一架電車 經過過來 我馬上就按到這張照片 拍到這張照片 我也非常之喜歡 因為有個女司機的剪影 以及有個廣告牌的模特兒 做一個強烈對比 這張照片非常之特別 這些色彩其實都很濃的 當然啦 照片我當然會做一些光暗的處理 對比度我都會做一個處理 即是它拍出來的底是這樣的 我才做到一些比較好的處理 才可以做到照片出來的 好 剛才我說了 街拍都是一瞬間時間 過了就沒有了 自動對焦來講 真的幫助我很大 就可以拍到一些這麼有趣的照片 看看這幾張 這幾張真的 好像說手機都可以拍到 不是一定要鏡頭才行 但是看看色彩還原 銳利度都非常之好 對 看看這些液光 究竟它對於抗耀光能力是多少 我都有測試過的 這一個就是全開光圈 我就對著太陽去拍的 又有個Fair出來 這一樣東西我都覺得不是出奇的 因為它不是說一支很高級的鏡頭 亦都不是說導膜 好像Nikon那些這麼厲害的導膜 有個Fair出來 我覺得這一樣東西 這一樣東西 而且你75焦它的鏡頭 去拍人樣的時候 背光有一個Fair 打進來的時候 我都覺得氣氛都幾美的 有些舊鏡那種感覺 又不是說好像現在的鏡頭 完全是抗耀光能力非常之強 什麼都沒有了 這樣東西又挺有趣的 以下液光拍人像究竟是怎樣 色彩還原度都非常之高 公司樓下有隻貓貓 我又幾喜歡拍貓貓的 貓貓的毛都看到了 以下液光圈傳開的了 好了 好 再說一件事 就是它那個紙邊是怎樣 我又不覺得它有那個紙邊很厲害 例如這些後面很光 前面都不會說有什麼紙邊 這樣發現到 例如傳開光圈 後面這些都不會有紙邊出現 這支鏡也是非常之好 這條不是紙邊來的 對 非常之好 抗紙邊能力 真是 即是沒有說傳開光圈 會有條紙邊 捆住那個皮膚 或者是衣服 這一樣東西都是值得去讚一讚這支鏡 好 就看看它的對焦速度 大家自己去判斷一下它的對焦速度 現在也是在用一部ZF去對 大家自己去看看它的對焦速度是怎樣 究竟這支鏡在賣多少錢呢 我經常都說的 一塊FILTER也比這支鏡 是不是真的呢 這一塊就是一塊萊卡的43mmFILTER 這塊FILTER就賣1680元 一塊FILTER也比這支鏡 官方價錢 剛才也看到的 就是賣1180元人民幣 大概是1300港幣 香港代理有個建議零售價是1520元 還有就是當然香港行貨 還有一年保養的 大家看完這條片的時候 過來買這支鏡 一定有些跌餐給大家 那你過來找我 我就會告訴你 有少少 有少少提示 就告訴大家 如果你去網上平台買 其實都ok的 但是你在國內的網上平台去買的時候 買回來香港 其實電子產品有些什麼問題的時候 就很難回到國內 因為他會問你很多問題 不要因為貪便 差了少少 以後有什麼問題 就損失更加大了 直接幫我們買 信心的保證 行貨一年保養 而且價錢也差了少少 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